火影忍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火影作为曾经三大民工漫之一 里面的剧情经常引起大家的激烈讨论 尤其是二代火影的死亡之谜 讨论了十多年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那么二代火影到底是被谁杀死的吗 其实很多小伙伴都被骗了 金角银角只不过是棋子 二代火影有多强 火影忍者中除过六道级别的强者 实力这块二代火影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四大竞数用到极致 就算面对没有轮回眼的语制波斑也有一战之力 多重影分身配合非雷神可以极大增加杀伤力 再配合护城起暴袱 就可以把伤害最大化 二代火影这种利用影分身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战斗方式 在六道忍者之下是无敌的 但是它还有短板 那就是查克拉并非无穷无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二代火影开发出了整个人阶最强竞数绘图转生 大家可以发现 第四次人阶大战实际上就是一场二代火影的竞数秀 掌握绘图转生 多重影分身非雷神忍术的人 全都在战场上最亮眼的在 二代火影得罪了四个忍者村 初代火影还在的时候 五大忍村可以说是和平共处 谁想打乱平衡得问千手住坚同不同意 但是这种平衡是建立在初代火影活着的前提下的 千手飞坚在初代火影与其他四个忍者村谈判的时候 已经多次得罪这四个忍村了 比如在分尾兽的时候 千手住坚提议免费发放给各大忍村 而千手飞坚当场提出反对意见 让他们用高额的价格来购买 当场就有几个人翻脸了 最后初代火影依旧坚持把伪兽免费送给他们 这才结束了争吵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忍者村非要伪兽 其实这就是一种超级武器 一只伪兽代表的就是一个人助理 伪兽往往是无法被驯化的 所以让这些忍者村又爱又狠 能免费拿到自然是最好 千手飞坚还让他们掏钱购买 对这些人来说飞坚这是坐地起家 趁火打劫 比如云影村驯化八位 死亡了十多名精英上人 直到奇拉比出现才彻底驯化 出现了一名完美的人助理 沙之国为了驯化一尾 四代风影的老婆和女儿都因此死亡 才让我爱罗彻底成为完美人助理 飞雷神之术让四大忍村恐惧 对于四大忍村来说 初代火影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他们不怕 因为千手铸肩就是一头没有牙齿和利爪的直捞 只要不招惹他 自己就绝对没有危险 但是千手飞坚不同 虽然实力不如初代火影 但是他身上的攻击性和智商是初代火影的十倍 甚至百倍 一旦初代火影死亡 二代火影绝对是第一个打破平衡的人 和平发展根本不是二代火影想要的 不然也不会去开发汇图转生 一旦二代火影计划完成 其他四个忍村必然会损失惨重 因此初代火影死亡的那一刻 就预示着二代火影将被四大忍村所不容 飞雷神之术是压死二代火影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这个忍术实际上是一个囚禁术 是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 飞雷神之术的设定是只要给目标刻下飞雷神印 并且这个印记永远存在 对于其他忍村的忍者而言 飞雷神印就是一把死亡之刃 但凡有一名忍者被刻上飞雷神 二代火影就可以命令这名忍者 去将飞雷神刻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将在其他忍村当卧底 给木叶村输送情报 试想一下 哪一位火影能容忍自己随时处于死亡的边缘 因此一场针对二代火影的猎杀开始了 组织这一切的正是云影村 二代火影是在与二代雷影会谈的时候 二人遭受金角精英部队的反叛 最终死在战场之上 当时云影村最强者并非二代雷影 而是三代雷影 但是他却选择了作弊上官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才是这场反叛的最终受益者 也是推动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云影村是一个世袭制人村 雷影的人选一般都是父子相传 可是二代雷影与三代雷影并非是父子关系 如果正常发展 最终当上三代雷影的会是二代雷影的儿子 这样矛盾就出现了 三代雷影被誉为云影村史上最强雷影 还没当上雷影的时候 他的实力已经是云影村最强 可是二代雷影的观念与三代雷影完全不同 最终二代雷影感受到了威胁 邀请二代火影前来商讨对策 这就给了三代雷影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如果二代雷影是与其他忍村的影会面 三代雷影还会顾虑 但是却偏偏选择了所有忍村都欲杀之的二代火影 那么这场猎杀就会得到其他忍者村的支持 当时牵手飞奸带了木叶村六大护卫 这六人分别是木叶六大家族的最强者 加上木叶村留下阵守的精英上人 整个木叶村一共不超过12名精英上人 而猎杀二代火影的精锐部队 第一批杀手就有16名精英上人 云影村哪来的这么多精英上人呢 所以这16名杀手 有一大半都是其他忍村派来的 装扮成金角精英部队的模样 二代火影与二代雷影在数批这样规模的猎杀下 最终死亡 金角银角也死在这场猎杀中 那么问题就来了 金角银角要是为了自己反叛云影村 双方最终同归于尽 他俩屠杀呢 只能证明他们二人只是棋子 是二代雷影和二代火影死亡的替罪羊 金角银角有六道仙人的法器护体 击杀二代火影之后就算没有死亡 他们两个也活不过第二天 因为三代雷影会亲自出手终结这二人 只有金角银角死亡 这件事才能画上圆满的句号 一切都变得死无对证 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 猎杀二代火影之后 云影村死亡了金角金锐部队和二代雷影 十多名精英上人死亡 他们反而成为五大仁村之首 这是什么操作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 就是猎杀二代火影的时候 云影村去的人最少 十六名上人或者精英上人 几乎都是其他三对仁村处的 云影村损失最小 因此云影村一跃成为五大仁村之首 木叶村与云影村的仇恨 二代火影还在的时候 二代雷影还能把二代火影喊到云影村 说明当时的木叶村和云影村关系还不错 但是在三代火影和三代雷影在位期间 木叶村与云影村视如水火 木叶村的很多优秀忍者都死在云影村手中 关键时候靠木叶白牙才挽回一些局面 直到波峰水门成为上人 黄色闪光声名远扬的时候 才彻底扳回一局 打得四代雷影和奇拉比不敢跨入木叶村一步 不难发现 三代雷影上位之后 对木叶村的敌意很重 木叶对云影村也没有好脸色 两个村子的忍者基本上一见面就大打出手 这是否与二代火影的死亡有关呢 其他忍者村对此事闭口不谈 但是木叶村的忍者可不是吃素的 完全可以根据战况分析出 三代雷影发动叛乱猎杀二代火影 更何况袁非日展和团葬就是当事人 知道的自然会更多一些 这二人对云影村就没啥好脸色 第四次忍戒大战开始之前 四代雷影求钢手帮助救治自己的部下 钢手说的话就非常值得深思 钢手说 云影忍者怎么有脸来木叶寻求救助 钢手的话说明双方的仇恨 已经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最终四代雷影态度诚恳地给钢手道歉 才让钢手决定救治 所以二代火影的死亡 其实就是三代雷影一手策划的 可以说是一剑三雕 不仅解决了二代雷影 还削弱了木叶村的实力 更让云影村成为当时最强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于二代火影死亡之谜 大家看懂了吗 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